大家好,我是孫運喜,歡迎收看三分鐘時評 今天點題是負油價啟示 談談港股情況,今天港股表現差了 低開後,早轉跌幅其實也不算很大 80-28點左右 不過,其後跌幅慢慢慢慢擴大 到下午回來更加強,跌到五百多點開外 曾經六百點都有 結果,全日跌了五百三十六點來收 收23,793點 成交是一千億多一點,11808億 今天的市場跌得強,主要重磅股跌 一來,包括油邦跌成2.8% 油股受到油價大跌的拖累,油股當然受到衝擊 2.9%加上豪島股又跌,科技股的稅升,信譽 都有顯著的下跌幅度 拖累市,今天跌成五百多點下去 整個市情勢,今天可謂屋漏肩逢夜雨,很多壞消息 一方面,昨天已經有消息說,衛羽調低了香港主權平級 這已經是消息,加上外圍方面,亦有一些不利的因素 一方面,世衛說,疫情最壞時刻仍未到 大家不要小心一點,這是第一個,關於疫情方面 與此同時,華根廷說債務重組 對新興市場不利,消息一出,本來對美元有理 對新興市場貨幣造成壓力 加上另一個會觸發美元走強的消息 今天回來市場傳出,金正恩之北韓領導人說病危 就說他做完心血管手術之後,病危,有些還說已經腦死亡 又說美國大量的軍機,特別是偵察機 在朝鮮半島方面走來走去,監察情況 令市場更加擔心朝鮮半島的局勢 於是韓國股市受到衝擊,跌1%之餘 剛才提及過,新興市場有阿根廷的情況 可能債務重組,加上南北韓的情況 大家擔心朝鮮半島的局勢因著 如果金正恩有三長兩短,可能政局不穩 對整個朝鮮半島的政局都會帶來不明案因素 令到資金湧向美匯指數 債務重組是美元,帶動美元再向好 見到英企一百之上穿下降軌,走勢偏強 當然以上的種種壞消息可能不夠油價的情況 令大家擔心 因為油價昨晚在美國時段恐怖式下跌 說的是紐約其右 看看圖片,一下跌下去,大家沒有看錯,是負的 油價是負的 現在最新都負2點多,但是昨晚更加誇張 一度一負就看到,每桶負40美元 收市都是負37美元,有多 但形勢歷來沒見過,油價是負的 其實現在世界很多東西都負的 又負息又等等 估不到油價也負了 受到油價負的打擊 昨晚美股率先下跌 看到這就是杜琪斯工業平均指數走勢 跌592點 挨近600點的跌幅 今天回來,亞洲時段港股在油價下跌 當然是受到拖累 為什麼油價都會負呢? 還是大家都非常疑惑? 為什麼油價會負呢? 油價負是什麼意思呢? 簡單來說,就等於 賣家就貼錢給賣家 只要你拿油走,我就會給你錢 一度就給他幾十元 另一個說法就是油箱 就貼錢給Trader 你拿油走,麻煩你 這個對大家來說 都覺得是匪夷所思的 為什麼油價都會負呢? 如果長遠一點說,長話短說 當然,主要世界對石油的需求 過去一個多兩月大幅下跌 因為又不乘飛機了 即是沒有什麼外出 貨運又少了 油輪或船又少了 無論運貨運人又少了 駕駛也少了,所以油的需求是下降 令到一個多兩個月以來 供課預求的情況越來越大 不同地方的石油庫存不斷增加 在美國情況更加是 幾乎所有儲油的空間都用不齊 所以換言之,新的油都出來了 如果現貨膠失位,油拿去哪裏呢? 沒有訂購 現在有些媒體報道說 千方百計去想方法儲油 包括儲油罐、火車車廂 或者火車廢置火車站、火車牆 以至石油管道、港口、膠袋都在想是否用來儲油 所以油的情況,儲油的問題非常大 以至昨晚很多交易商避免現貨交收 避免接桶油回來 當然不止一桶不少 急急沽空,沽了算數了 所以油的情況令大家非常憂慮 當然有很多引伸出來的啟示 有加下跌,其中一個情況 大家說,對石油需求下降 反映全球經濟的情況令人憂慮 而旗油下跌,更加令大家擔心 是否需求有時間都不會好呢? 當然,五月最新的情況 這個旗油今晚就到期了 不影響,就跟著大家對未來油價的看法 可能到今日而已 但無論如何,油價持續下滑 都令大家擔心 全球經濟繼續差,油價繼續弱 這其實是經濟問題 當然,另外一些重要啟示要大家留意一下 油價這樣跌,會否出現其他問題 特別是火燒連環船的問題 因為這樣急錯跌到負 會否有對沖基金受影響呢? 這樣跌法會否對沖基金倒閉呢? 即是炒油,即是炸油的 炸了油的對沖基金 會否有其中一兩間厲害的爆煲呢? 有沒有機構受影響呢? 當然有沒有油箱受影響呢? 諸如此類,有沒有航空公司受影響呢? 因為不少航空公司透過對沖其油 希望減少油價波動對自己的盈利影響 對沖,對沖對出市 以往不少航空公司在原油大幅波動中 對沖對出市反而是虧大錢的 會否有這樣的情況呢? 所以大家留意著,這個啟示是否會有機構出現問題 以至出現火燒連環船的情況呢? 留意著,未來一兩三天是非常關鍵的 反而油價本身,現在負最新是負2.500 油價最終都會回復正身,不會長期負 事實上紐約旗油負,布蘭特仍正正正 油價紐約旗油最終一定會正身 反而會否在這次油價大幅下跌的同時 令出現爆煲的情況,出現火燒連環船 大家留意著,這是第一個要來遇 第二個要留意的當然是 港股會否因為油價中線轉弱 現在有這樣的聲音 會否看著幾個重要的位置去判斷 事實上,今天港股跌跌後,技術走勢就差了 包括什麼技術,走勢走勢,上升軌就穿了 這個黑色箭咀指著,就是小雙頂頸線穿了 現在最重要的支持有兩個,如果穿了就確認中線轉弱 第一個就是這個,紫色箭咀指著 之前我節目也提過,23791,差2點而已,穿了就頭尺 當然,遠一點的,留意這個,就是20天線 235623,20天線 如果這兩位都穿了,就大致確認 恆生指數中線再次轉弱,再次向下反復尋找支持 好了,講到這裏差不多了,多謝大家收看 再見